我们的头图大家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叫做华为震撼雷蒙多呢 因为就在雷蒙多访华的当下 华为是毫无预警的推出了他的MAT60系列 不到一个小时完全受庆了 有一个惊喜吧 竟然是用的是麒麟9000S的芯片 多方的测试结果来看 这个机型上网峰值网速 已经可以达到800兆比特每秒了 这个速度是完全符合5G网速的标准 华为很谦虚啦 他说他9月份才要正式 在发布会里面跟大家说清楚 可是在发布会之前的预购已经 已经什么已经爆棚了 秒空 对秒杀秒空 那华为这款这个MAT60 Pro的手机 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我替发布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们被打满头包这几年了 真的是越往勾建握心尝胆 每天都填那个很苦的猪肝 我们来说这一款新款的MAT60 它有什么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在它的CPU的部分 它用的这个麒麟9000S的晶片 那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4G的速度 可以到达5G的速度 那这也是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而且它设计这一款麒麟手机 是跟中芯合作的 而且它所使用的 已经能够到达7奈米的一个架构 这个速度在某种程度上面 这个麒麟9000用的设计软体 是华为自己开发的 因为美国现在不准 这个所谓的电子设计程式 让华为来使用 所以华为就干脆自己开发 那了解到说它到7奈米已经没有问题了 这是可喜可可 那未来7奈米没有问题 到达5奈米就没有问题 这个只是一步之遥而已 现在剩下只是良率 那在CPU部分用麒麟9000S 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跟那个智慧 这个所谓人工智慧有关系的图形处理区 GPU GPU的部分啊 因为本来这个NVIDIA是要卖给华为的 但是又被美国商务部啊 就是那个雷蒙多打压 所以NVIDIA这个就是被阻挡了 但是现在出来的华为的这个GPU 是华为自己开发了一款叫马雷奥 马雷奥这一款GPU 看起来它的虽然不能说是跟NVIDIA 这个辉达的顶级配备的GPU相提辩论 但是也绝对已经到达高阶的阶段了 所以这个马雷奥的GPU也别相当看得好 那第三个重点啊除了CPUGPU以外啊 就是它的这个架构 那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啊 就是到底它有没有离开ARM的架构 ARM这个公司是属于软银的 那软银的这个所谓的设计架构呢 刚刚才在美国上市 它已经创下600亿元的市值了 两天前才上市 可能是目前第三大吧 第一大的上市的规模 最大的是阿里巴巴 第二大的应该是Facebook 第三大的就是这个 阿摩这是属于日本软银所拥有的 但它本来是英国公司 那这一款如果不是用ARM架构来设计 因为ARM架构虽然是美国现在没有发布的 严格的禁令 但是很难讲啊 哪一天他在ARM里面设计一些手脚 绑手绑脚 那ARM的竞争的产品就是RISC-5 RSIC是一个专有名词啊 这是一个指令级的概念 叫RISC-5 RISC-5是目前是ARM的竞争对手 那ARM的名字也叫做Advanced Risk这个Machine 就是RISC 这是一个指令级是高阶RISC指令级的机器 叫ARM 那这个RISC-5就是所谓的第五代的指令级 RISC是一个指令级的意思啊 RSIC是个专有名词 那RSIC-5目前正极其直追在跟ARM竞争 就是阿摩竞争 那目前我们不太确定就是说华为是不是用RISC-5 我了解到中国大陆已经把这个RISC-5的专利权 中国地区的专利权早就买下来了 所以是不是全新在培养RISC-5的新的自架构 目前还要等到这个华为正式发布会的时候才知道 因为目前用测试测试不出来说他用什么架构来设计 他的这个手机系统啊 可是发布的时机啊是在迎接雷梦多 我的同意啦 就是雷梦多你打压华为这么凶悍 那现在用Mate60当作鞭炮来欢迎他 看他的这个表情会如何喜怒哀乐 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给Mate60 以及华为很高的支持啊很高的鼓励啊 我相信华为站起来是时间问题啊 还有他要多辛苦的问题 那只要中国人群起支持华为 我相信华为就屹立不倒